大家好,9月11日第八部视频,最近台湾这个很是热闹,先是由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前来交流卫生事宜,又说了说这个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的这个国际事务和保障前安全,又有捷克议长带领团队来和台湾进行全面交流。 日本前首相孙喜郎还来调宴了台湾前总统李登辉,也是率队来访,人员浩浩荡荡,这个势头并没有结束。 现在又有这个叫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也要来,还有瑞典外经贸部长霍尔伯格也打算来台湾。 前面还有一个叫美国国务院次卿,也就是副外长吧,克拉奇也想今年要率团再访台湾。 热闹得很,台湾外交部长还说,这个有点应接不暇了,最好别这么密集着来。 关键是这个一来访吧,还有很多这个防疫事项比较麻烦,这个接待量太大。 如果不是太急迫的访台要求,希望大家能挪到明年,看来是这个来的太多。 同时呢,还有好多这个国际会议,像这个WHA,还有APEC,APEC峰会,这个联合国大会,都要邀请台湾参加。 当然这些呢,很可能都是采用这个视频会议的方式。 看来这个台湾,除了疫情之外,还有这个,其他方面也是得到了世界多国的认可。 你比方说,人权啊,自由啊,民主啊,这种普世价值啊。 大家忽然发现,台湾这个地方真好,这个人民安居乐业,社会治理这么清明,这是个好地儿。 这个政府也不错,民选政府。 对比一下,真是这边,这边叫什么,门前冷落车马锡,中华民国那边是,叫什么高鹏满座。 哎,好嘞,不聊了,拜拜。